歡迎收看 Jeky 你有沒有發覺很久之前 鮑魚算是珍貴食材 是的 但是這十幾年 不知道為什麼又平民化了 尤其是有時候 我們每天都買罐頭鮑魚 是 一百元幾罐都有 是的, 現在隨時一罐鮑魚 比你罐頭五餐肉便宜 那倒是, 所以現在就沒得賣了 說完說了 剛才你做了一個富貴版的鮑魚 這麼富貴? 還不富貴? 現在我做一個稍微平民的 而且吃得不浪費 剛才你還把鮑魚內臟 全都說出來要丟掉 是 我真的環保得連你的內臟 我都拿過來煮過飯 聽起來很好奇 是嗎 是, 你先去做哪一課 我這裡有幾隻鮮包 是 但是我…因為不是慢煮 是 這個剛才你說的是24小時 我說24分鐘而已 我這次是切片和外炒 是 是 這樣就完成了 鮑魚在這裡 是 還有這些撕出來的乾 是 一點點 首先我們怎樣處理呢 其實很有趣 鮑魚整隻去煮 無論是蒸也好 慢煮或是炆也好 是比較難處理的 是 但是如果切片 隨便煮一煮 是 就完蛋了 是 通常我喜歡怎樣呢 我喜歡這樣 先把這條鮑魚切出來 為什麼呢?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吃這個鮑魚 對, 我也是 很好吃 特別軟、特別入味 對 它的質感跟鮑魚肉是兩樣東西 很好笑的 整條這樣吃, 真開心得爆炸 整條這樣吃嗎? 我以為你切粒炒飯 不是, 待會會整條這樣炒 接著我們就切片了 當然你可以這樣切也可以 是 打滑直接也可以 是 無所謂 是 隨你喜歡的 是 我喜歡直切的 直切? 是 直切比較方便 是 是的 你可以… 最多切到這麼厚 如果你切得薄一點就更好 因為如果再厚一點 這樣就很難處理 對, 會暈一點 對 你可以… 各個吃法 對 好了, 我們又試一下 直接切 是 待會我們試一下 如果不同切法的質地、味道 有沒有什麼分別 三種切法都齊了 是 我們先放開 這些就是剛才在這三隻鮑魚 剝出來的鮑魚乾, 是嗎? 對, 如果日式的做法 很麻煩 只用這一段 是 這些就不要的 要的也是要它裡面… 是這個鮑魚的 是這個鮑魚的 有時候蒸熟了, 隨便蒸一蒸 壓這些出來, 用很密的鮑魚 又或者現在就下去壓 壓…壓了裡面的漿出來 是 但其實我覺得沒這麼需要 如果我通常就… 剁碎 連這些也剁碎 其實我在日本試過 是 他們把乾用來打爛 是 牛油加椒鹽煮醬汁 就用鮑魚去蘸上它 沒錯 很好吃 很甘香 煮了之後, 這邊是忌廉的 很濃味的 這些比較爽口 是 簡單而粗暴的做法 我覺得最好 好, 我們可以接著開火煮飯了 首先, 先用這個鮑魚 牛油 我們把洋蔥放進去, 隨便炒一下 煮法非常意大利 雞尾巴 雞尾巴 對, 雞尾巴 慢火 對, 輕輕煮至透明 這樣就… 滑一聲 把乾放進去 本來我也擔心飯不夠味道 幸好多得額外的六粒鮑魚 是 我還有一個絕招 是 就是加一點酒 是 意大利人加白酒 我們做一些紹興酒, 你嘗嘗一下 很香 加上去不得之了的香氣 接著怎樣呢? 我們煮飯了 是 我浸泡了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會快一點 會快很多 我看到你的飯和乾的比例 不是相差很遠 是 飯也是一碗左右 但是乾那裡差不多一碗了 我看到汁也沒有錯 通常如果真正用意大利米 煮意大利飯 煮這個雞尾巴 大約要差不多半個小時 但如果用這個很快 十分鐘內 是 我們把雞湯放進去 開始入火 好, 現在我們等它煮… 煮幾分鐘就行了 是, 米浸過的煮粥 浸過的米特別容易開花 容易熟的 是, 真是的 但看見它好像收到沒什麼 還要放進去 隔一分多鐘 再放一點雞湯 四次左右 差不多飯就熟了 我計算過, 如果這樣煮的話 大約是七分鐘左右煮熟 它煮飯不敢過, 任由它煮 對, 要煮至緊緊 差不多九成熟 裡面還有一點硬 是, 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看到你下味 對, 你不用給它味嗎? 你平時很流行下鹽 是嗎? 待會你不要叫我 我還沒下 現在真的要調味了一點 好少許, 加少許鹽 終極的調味, 現在開始了 是 這個是做雞湯 最後殺雀, 牛油, 魚芝士 然後不要開猛火 要用很小的火 甚至關火也可以 要用下去 對, 然後形成一個很酸的狀態 飯做好了, 放在一邊 在這裡, 保溫 好, 現在開始處理鮑魚 牛油炒 牛油炒 其實炒這個鮑片很快脆 是一分鐘以來的事 兜兜可以了 對, 兜兜可以了 炒到牛油裡面的牛奶 一燒焦了, 就有一種很香的味道 這個就是火腿 真的像拖肥的那種味道 對 對, 直接像拖肥的那種味道 接著加蝦頭油 先爆香 你也很喜歡用 海鮮很適合 沒錯, 很適合用 對, 加一點鮑魚 自己本身的海鮮香味 這個, 二話不說 把這些鮑片都倒進去 是 這個時候不用大火 是 是, 可以保持這樣就可以了 炒這些鮑魚不用很猛火 不要說它才會爽脆、暖滑 你只保持熱就行了 是 你看到它開始捲 快點, 關火 少許鹽調味 是 拌勻, 搞定 可以了 你可以跑完兩個圈, 坐在那裡 等著吃… 好… 好 Jacky, 說富貴, 我不及你了 你們嘗嘗我這個平民版 只是鮮包片, 配鮑魚乾飯 看行不行 只能聞到香味都很吸引 我別客氣了 嘗嘗吧, 是的 這道飯真的有好味道 平時有味飯, 我也很喜歡吃 但這道飯的味道很厚, 很鮮, 很濃 對 而且很甘香 這個真的不能輸 而且我很喜歡飯裡面夾雜 像鮮配裙邊一樣 韌韌、爽爽的質感 你知道很多米芝蓮升級 日本餐廳做得很幼滑 是 像擠出來的牙膏一樣幼滑 對, 打得很幼細 對 但我覺得不用, 這些簡單粗暴的做法 還更加原汁原味 嘗嘗這個鮑魚邊 你最喜歡的這個 很軟、很嫩 鮑魚的身體肉是完全不同的 你咬下去沒有抵抗力 一咬就咬斷 很軟, 一點點彈彈, 又柔軟 先切這個橫切面 你嘗嘗, 橫切看又如何 橫切比較爽, 是嗎? 因為橫切, 橫切的紋理是一塊 對, 直切更順 口感完全不同 是 有辦法 說到鮑魚內臟, 我一半都試過 是 對, 但真的不夠你這個… 難怪人說 鮑魚乾比鵝乾還好吃 有時候, 你好吃嗎? 就真的取決於你對食材怎樣煮 如果每次都要說新鮮 又要高貴 就每個人都吃魚生壽司 不是 還不用我和你做廚師嗎? 像你這樣級數 真是萬宗無一 你是不是有病?這麼厚嗎? 確實而已 你也好像平時那樣, 但我比較好 我覺得比較舒服 你真是犯賤的, 先吃完 免得跟你說 Jacky, 這個蔥油芋頭腐皮卷 一定要趁脆吃 整個菜式, 蔥油的香, 豬油的香 芋頭的香, 脆 滷腸的野味 我覺得這個菜式很適合 貨時貨時做的 這麼野味的菜式當然要趁飯 沒飯, 沒飯怎麼行 把豬油汁整個攤子放進去 芋頭本身已經好吃了 對 加上豬油, 真是… 這些神仙的食物真是搞不好